在您看来就亚洲面孔说的西方脱红袖 是否有助于西方更加了解东方人 肯定是有助于了解 但是他们能接受的程度还是相对小很多 最关键也是他们不了解亚洲人在美国的历史 你比如说就讲种族问题 种族主义只是白人针对黑人或者犹太人干的事 跟亚洲人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还是不把亚洲人放在种族体系里面 不承认对亚洲人有歧视 也就最近这种态度可能稍微有点变化 就是因为攻击亚裔的时间多了一些 中国人也有很多人在看欧美的一些脱口秀 中国的脱口秀在美国也有一定市场 我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脱口秀有点能够像当年的乒乓球一样 成为不同国家沟通的渠道 脱口秀能够让不同种族 不同国家背景的人 能够在一起开心一下